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泰斯拉这个股票呢 今年呢涨了十倍 对吧 这是十分惊人的 我一接触到这个股市的时候呢 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泰斯拉的股票啊 从多少钱啊 就是掉了非常厉害 中了800块 对吧 一股掉到400 那是最低的地方 大钱股单里面呢 还有很多投资人呢 都在买这个股票 对吧 这个股票呢 经过三月份到今天是十二位 对吧 八九个月的时间 它已经涨了九倍 不是 涨了十来倍 对吧 从400 涨到了3000 对吧 现在是600块钱一股 从一股分五股 对吧 就五股 现在是600块钱一股 一股分五股 现在就等于从400 涨到了3000 三千一股 我当时去想 跟很多投资人都想 这个股票大家都买这么多 是买疯了 肯定是一个 对吧 泡沫 或者是一个 这个股票是 我们不单独没买 而且还想去做空这样的股票 当然 做空这样的股票的人很多 但是我今天昨天呢 我才发现 这个Tesla的老板是谁 叫Elon Musk 这个Elon Musk呢 他是一个天才人物 对吧 如果我早知道这个Elon Musk的话 我就会跟大家一样去投资这个股票 对吧 而不是在场外 官场 对吧 错过了这样一个千战难逢的 机会 所以这个投资股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 这个Elon Musk跟公司 跟董事会 对吧 跟瓦尔街 所以他是决心要把这个公司做大做强 对吧 并竟是 有誓言的 所以投资呢 其实 关键问题是投资 对吧 一个人 对吧 有创造力的人 像Elon Musk Steve Jobs 这种有创造性的 有眼光的 有胆量的 对吧 并且有决心的 会投资人 创造利益的人 往往是人们呢 在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人 也不感兴趣 只有当这个Tesla这个股票到了5600亿的时候 开始关锯 这就是人们普通犯的错误 当然我也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这次 谢谢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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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